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视频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7月1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我是姚雪松 来关注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从今天零点开始 上海正式步入了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时代 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规定 从今天起 上海的生活垃圾将分成 干垃圾 试垃圾 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这四类 一旦违规混合投放垃圾 将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 面对如此复杂的垃圾分类 很多网友开玩笑说 既然家里吃这么麻烦 那就去饭店吃吧 其实对于酒店来说 垃圾分类也是一个考验 今天上海城管执法部门 一大早就对酒店的垃圾分类情况 进行了检查 今天上午 上海城管执法人员 来到静安区静安寺商圈附近的 一家酒店 对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在酒店垃圾分检中心 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配置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等情况 进行检查 这个是可回收里面混了那个 混干了 这是干垃圾 这个没有分类标识 最主要呢我想还是一个混合投放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执法呢其实也不是为了这个执法 为目的的 我们刚刚说了还是想教育宣传引导 我们是要对一些居不整改的或者是履教不改的才实施行政厨房 随后城管执法人员对该酒店垃圾分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开出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这也是条例实施之后上海城管执法部门开出的首张 关于垃圾分类的责令整改通知书 根据城管什么对我们的一个指导嘛 我们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更加及时地来做一个改正 配合政府的工作 来把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吧 上海如今每天会大约产生2.6万吨干湿垃圾 最严垃圾分类实行之后 很多市民都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辛苦分好的垃圾运到哪里去了 能不能做到干湿垃圾分明白分类处理拎得轻呢 对此记者也进行了采访 这里是干垃圾处理厂 每天有约260辆次垃圾轻运车 在此轻道约2400吨干垃圾 这些垃圾主要用于焚烧发电 目前上海干垃圾焚烧能力 每天达1.93万吨 约占干垃圾生产量的90% 按照目前的情况 每吨垃圾可以发电大概500度左右 主要是输入到电网上面去的 那么还有我们这个垃圾焚烧以后 产生一部分炉渣 就是作为道路路基材料 都回收利用 还有就是产生的一些飞灰 作为危险废弃物都在厂内 稳定化处理以后 送到上海市固定的填埋处置点去填埋的 工作人员说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 运来的干垃圾含水率已大大降低 混入的不合格干料也明显减少 提高了垃圾焚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在湿垃圾处理厂 运到这里的湿垃圾分检 去除塑料袋等杂质后 经过粉碎提油等步骤 将通过艳养发酵产生沼气 并用于发电 残余的沼渣将被送入焚烧炉焚烧处理 一吨湿垃圾目前产生的早期大概有80方左右 可以发电发到150度左右 目前上海每天产生湿垃圾约6,220吨 资源利用能力约占湿垃圾总量的81% 到2020年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达到每日2万800吨 湿垃圾资源化能力每日7000吨 除了干湿垃圾上海每天还产生3312吨可回收物 经过分类挑选后 会被打包送往再生资源企业进行利用 此外上海全市有害垃圾每天产生不到一吨 由相关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置 对于葛州坝电力公司承建的青岛地铁一号线 外接电源项目存在质量和管理问题 葛州坝发布公告进行了说明 另外青岛地铁也发布了通报 葛州坝发布的公告表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初步核实 公司认为葛州坝电力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问题 但作为总承包方 葛州坝电力公司存在项目管理不善问题 主要包括分包履约过程管控不严 分包项目质量监测不到位等 根据青岛地铁邀请的第三方机构检测 破除地段钢筋规格及用量符合设计要求 但局部地段存在钢筋布设不均 混凝土电层厚度不均 包风混凝土厚度局部不足等问题 公司将采取多项整改措施 包括将对钢施工的1.5公里 电力排管工程拆除重建 青岛地铁在通报中表示 对问题参见单位进一步严肃处理 依照合同约定 本次事件经济损失由总承包单位 中国葛州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并扣罚违约金100万元 将监理单位青岛加成电工资讯 有限公司列入青岛地铁工程建设黑名单 并依照合同约定扣罚违约金20万元 对问题责任单位相关人员 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近期太原 深圳 天津 北京 青岛 南昌 乌鲁木齐等地 已经发布了住房公积金调整方案 均从2019年7月1日起实施 其实一到每年的年终 也就是6月底到7月初的时候 都是各地调整公积金的一个时期 那么各地的调整 会根据每个地方不同的工资比例 和物价水平进行调整 那本次的调整也是有两种类型 一部分地区调整了 它们的月脚存的基数 那另一部分地区是既调整脚存基数 也调整每月脚存的上限和下限 深圳 重庆 天津 北京 青岛 南昌 乌鲁木齐等地 已发布住房公积金调整方案 其中深圳 重庆 天津与乌鲁木齐 上调了脚存基数上限 较上年分别上调 两千八百八十三元 两千一百二十三元 一千七百四十三元与一千两百元 北京 青岛与南昌 则上调了月脚存上限 调整后北京市月脚存额上限为 六千六百六十八元 上调五百七十二元 青岛市月脚存额上限为 五千四百五十元 上调四百三十八元 南昌市月脚存额上限为 四千九百六十元 上调五百九十八元 不同的城市 还有它的脚存的基数 脚存的比例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大概的浮动的范围 最低不得低于百分之五 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二 总体上来说是向上调的 也就是说从今年七月份以后 你每个月公积金账户上的 这个公积金双脚的数量就会增加 到时候你要提取或者利用公积金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总数就会增加 今天开始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 第十三届新领军者年会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大连拉开了帷幕 今天上午在一场向电动出行时代 迈进的分论坛上 一会嘉宾就如何更好地推进 电动出行降低碳排放等话题 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由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突破200万辆 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计 到2020年 中国的新型电动汽车市场 将实现46%的增速 必须要通过大量的可战胜能源 来驱动这个电气化 才是我们要做到 出行电气化的本质的意义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降低碳排放 更好地有利于环境 不少与会嘉宾表示 从长远来看 随着各大车企集中投入资金 利用高科技等开发电动汽车 降低电池成本 提高电池利用率等相关能力 将显著提升 到2025年困扰电动汽车的 续航问题和成本问题 都将得到大幅改善 美国植物肉公司Beyond Meat 在今年5月初上市之后 很快就推出了新产品 希望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植物肉市场竞争激烈 盈利之路仍然艰辛 据悉一磅的植物碎肉价格为10美元 约合人民币68元 而一磅植物碎肉饼的价格为12美元 约合人民币82元 Beyond Meat 试图通过推出这些新产品 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 目前植物肉市场竞争激烈 雀巢泰森食品等公司 都在超市上架了自己的产品 其中泰森食品公司 首席执行官对投资者表示 该公司将会增加营销支出 在植物蛋白方面展开竞争 这也使得Beyond Meat的股价 在上周五盘前交易中有所下跌 对于市场前景 该公司持乐观态度 在其最新财报中 该公司预计 今年全年营收将较去年翻一倍 但欧瑞信息咨询公司数据显示 在美国不断增长的 肉类替代品市场中 Beyond Meat仅占了2%的份额 该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并不乐观 越南与欧盟6月30号 在越南首都河内签署了 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 同意逐渐削减直至取消 双边货物贸易当中99%的关税 越南是继新加坡之后 第二个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的 东南亚国家 越南是欧盟在东盟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 欧盟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 越南向欧盟出口的主要商品 包括电信设备 服装鞋类 和农产品等等 欧盟主要向越南出口电机设备 飞机 汽车和医疗产品 越南和欧盟于2012年 正式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 2015年就自贸协定达成原则性一致 协定签署之后 还需要经欧洲议会 越南国会 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内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